郭泰航空組前捲入歧視內地乘客風波 事後郭泰解僱涉事的空中服務員 郭泰行政總裁林兆波 升旗一向全體員工法內部通告 提到郭泰終於未來幾個月落實多項的優化措施 包括提供服務文化培訓 擴大普通話服務的範圍 郭泰指考慮到講普通話的顧客日漸增加 公司需要擴大機倉服務團隊的普通話服務範圍 一向會優先在黃泛中國內地的航班 增加講普通話的機倉服務員 再逐步擴展到其他航班 另外郭泰還在下個月起 在內地招聘機倉服務員 進一步擴大普通話服務團隊 作詞曲的編曲 制作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